第七百八十二章 莫非迟绷着脸不说话 芸汐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蒋奇林的问题虽然没办法妥协 可到最后她和她都互相妥协了 这样的结果已经是最好的了 芸汐转了转手 好一会儿才找到了话题出来 我年初十要去德国领奖 奖上的疗程大概是二十天 所以她也会跟我一起过去 少帅你那个时候也在军国吗 怎么 想我跟你一起去吗 你这是邀请 一秒就能让话题变成尬聊 芸汐还真是服了她了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我都会在军国 到时候可以跟你一起过去 她其实并没有要她一起过去的意思 只是看她今天这幼稚的举动 觉得有必要跟她说一声而已 机票我会让人跟你定好 你只需要准备好行李就行了 嗯 我知道了 蒋秦令的身份 虽然是蒋家大少爷 但是想让她死的人 不管是她的腿残之前 还是之后 只多不少 你不要决计她的事情里去 她不就是一个杀人的身份吗 怎么还招惹了那么多人 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当年的事情 你看到的都只是表面平静后的叙述 真正的内幕牵扯到了很多上位者 而且还牵扯到了国内国外 黑道上的关系 不然只是个商人 他们用得着这么处心几虑 想让她死吗 芸汐这才意识到 她给她看到的那些资料 不过是一些事后的总结 真正的内幕 恐怕还牵扯到了 更不为人知的秘密 没有哪个上位者手上 没有沾染血腥 更没有哪个商人 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 很多事情表面风平浪静 内里却是暗流汹涌 即便是上一世 她所接触的东西 都没有这一世 她从穆飞池这里了解得那么深刻 那么残酷现实 有人的地方就有战争 有战争的地方就有你死我活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不愿意让你跟着我上战场的原因 那这么说来 蒋奇林的身份并不是那么简单 其实我对这些内幕还挺感兴趣的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以后若是遇着了这样的竞争对手 说不定我还能跟她一较高下 将来若她想要让云家 挤身精度的上流圈里 很多她该学习的手段和权谋 都必不可少 如今的她还不够强大 她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让自己成长起来 你想知道的 我都可以告诉你 你想学的东西 商场的权谋 战场的沙发 直接问我就行了 何必这么麻烦着蒋奇林教你 老子看起来这么不靠谱 俗话说得好 树叶有专攻啊 少说你是军人 战场杀伐 你教会我保命的本事就行了 商场上的东西吗 商场上的手段 你以为老子不懂 我若是不懂 沐家掌权人的位置 轮得到我坐 哦 少帅 我错了 好吧 他怎么把他掌权人的身份 给忘了呢 沐家的掌权人 怎么可能是个草包 是 business人的 cash 收索的 我看到了